哈囉大家好我是PFM好久不見啊 各位來吧我們的7點12點0終於給他更新了 這次的更新很像有那麼一點點可怕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吧 首先是我們的海嘯賽季結束 他說還剩下6天啊 那我這幾天可能要再稍微打一下 我現在是521分我還是會打到600分的 然後賽季賽季會是皇家跟那個陰陽 不過這個賽季賽季有一些BUG 有時候會換成奇怪的地方 然後為什麼這個顏色變這樣 很奇怪 然後新增全新的骰子叫做旋律骰子 來這個東西在下面很久沒有出現骰子在這裡了 他說啦與不同點數的骰子合成時呢 骰子骰點將互相交換 交換點數後盤內的所有旋律骰子在一段時間 原本是個別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每一顆是不是啊 還是原本就是這樣 好啦我不管但是感覺應該很像 我們等一下再來抽 然後新增全新禮包 強化的鑽石禮包 活動期間內能以較高的機率 獲得旋律骰子的強化鑽石寶箱 然後可以按到強化鑽石資訊 那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吧 首先是活動 然後強化的鑽石箱 機率的話一樣是20% 好啦那我們就來開抽一下看有多少機率會給他抽到 有沒有辦法一抽就中了 我們不要動好我想看那個特效 因為其實那個特效到現在都還是用以前的圖案去改的 而不是直接...有了耶 哇靠真的假的 這麼香嗎 而且這個動畫還是跟之前一樣 之前改過一次應該就是了啦 一箱就出耶 我玩那麼久到現在才第一次一箱出耶 好啦一獲得全新的旋律骰子 那我們就... 好啦就不抽了 然後我們到時候再買這個就好 我應該就會這樣子而已啦 不會再把它抽到10等之類的 然後呢是... 骰子對戰平衡模式調整 點擊橫幅可以立即 那外面我們等一下再看 然後新增預覽戰場背景功能 唉唷什麼 還有這個喔 所以我點下去 喔...他還會教你怎麼玩就對了啦 他有一個圖片 他有一個影片 不過這個現在還知道 因為他好像不是影片 你看現在是長這樣子對不對 如果我再點一次的話 難道說 他又會丟中間的 欸他畫面本來就不一樣對不對 這蠻詭異耶 他的這個竟然不是影片 而是一個遊戲 然後是改善便利星 升級骰子 在結束畫面中 新增可以持續升... 蛤? 喔...就連續升級啦 可以連續升級可以連續升級 好啦那接著呢是 7.12.0 對戰模式的平衡調整 有啦骰子平衡 他這邊說陰陽 我們就直接拿去看一下就好了 我記得我的隊伍應該還在吧 昨天拍片用的 陰陽 而且那時候我忘記他擺在第一個位置 所以攻擊的加10%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直接去一下吧 攻擊力變得很痛啦 喔...所以遊戲內跟遊戲外 升級都有加攻擊力40%就對了 我們之前打是10萬出嘛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先給他疊好疊滿 看一下這個傷害是多了幾倍 然後再來考慮一下說 他有沒有辦法在這個時代給他活下去 然後現在什麼都沒有升級的情況下呢 是來到6萬9很像有一點多耶 那我們今天給他點好點滿的話 是來到15萬 才多了50%的攻擊力而已 我覺得應該不行 欸我覺得應該不行 50%在這個時代就算是PVE 應該也很快就被追過了 好來我們再來看一下是 時間骰子的攻擊速度減少存在限制 喔...原本以前是有限制的啦 就是...現在是無上限的時間嘛對不對 可是他都沒有寫啊 他本來就完全不會寫 他是一個隱藏的能力 他修改了一個他隱藏的能力 你知道這個遊戲有多少骰子 他是沒有公佈這些東西的嗎 然後再來是挑將 哇這顆砍的可爛了 我們的暴走 來吧 所以海嘯反而不是在最後一顆耶 海嘯還是在最後一顆耶 這顆是旋律耶 欸好吧 來首先是暴走 哇靠這是認真的嗎 這個完全活不下去吧 這真的能活嗎 我先配一個這個 然後配個暴擊 除非他的傷害是很浮誇啦 那我們再去打一下 真的假的 完全不讓人活耶 完全沒有一個好的耶 好 這樣子 好先這樣子看就好 欸其實他這樣 很像還是蠻強的齁 就以基礎而言 330 啊我基礎傷害就加10點 欸所以這個傷害是有加上去的 對這個10%是有加上去的 可是10%會加在我後面的傷害嗎 所以其實如果用量子圖的話 這個骰子會再更強一點點 好我們還 怪物還撐不住我們的一發暴擊 我只是想看說我們一發暴擊之後 傷害會給他到多少 因為我們現在330嘛 我們暴擊是20幾倍 有335而已 335欸 哇靠這是認真的嗎 這個傷害量是怎麼回事 那我今天給他升好升滿是來到462 有加10%啦 所以現在應該是420滴的傷害而已 哼 好我們應該可以加這個 好我們慢一點點 因為暴擊的關係啦 暴擊傷害變1萬多 好啦我們看一下這隻王 我們的傷害是怎麼跳的 現在打一下是462嘛對不對 462 469 483 好啦我覺得應該還是很爛 我覺得 469 483 感覺他應該是真的是一下跳一點點而已 很像就真的變那麼慘 可是他可能應該還不弱吧 有可能吧 之後我們再打一局PVE來開箱一下 看一下他有多慘 不然的話 有一點不忍之事 好最後呢是我們的 啊沒有還有那個 還有賭博骰可以看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星星吧 再來是 星星 那我就什麼都不拿囉 其他骰子都不重要 走吧 星星擊殺敵人時減少2秒 星座有骰子時為5秒 現在減少1秒鐘 星座上若有新骰子時 能量的周期為4秒鐘 所以說 直接加速 那我就一樣弄到7星 我們主要是 能不能夠 我就隨便用4顆 我能不能夠這樣子一直點 很像 因為我必須 沒有那麼高 就是他的基礎點數沒有那麼快 而且我們一開始不可能到7星 所以之後到後面的話 應該還是有點 可是 沒有像之前一樣都是一直滿在4545 現在就是滿在121212 打怪沒有掉耶 對啊 有一點小硬耶 現在一回合要20 感覺這樣已經不太可能了 然後我這邊還放錯 放錯要累積的話速度就等超慢 再放 三回合了 很像有點難喔 都三回合了 我才只有27 對啊 我之前是一回合是20等嘛對不對 雖然說傷害還是很夠 對 傷害還是很夠力 可是我覺得到後面某一個位置應該就不行 我等於是打一隻王 然後就要打一隻小怪 就要有再一層 不然的話就會直接爆掉 我這樣子的話主要是為了來搞事 就是我顆數放的少 顆數放的少 才可以證明說 這隊還能不能用 如果不行的話我純星星也沒有意義啊 純星星到後面也是死得很慘啊 然後 對你看我們現在打怪的話只能一層 我覺得有一點太爛耶 他這樣子的改法 有一點太過頭了 砍太多了 我覺得 沒有了 哈哈哈哈 好啦結束 下一局 我覺得有感 這個有感 而且感覺人家也蠻大的 我覺得星星可能會消失一陣子 然後再來是最後的賭博啦 賭博的話是被改動他的 我的賭博骰在哪裡 賭博是這裡 他是一顆少數可以拿出來用的骰子 可是他已經不是隨機1到7點了 變身時間 變身1到7點 變身時間將依照賭博比例成長骰點的比 減少 所以我的等級越高 然後他的比例會越 他的時間會越短 好啦那我們就一樣 複製個15顆 然後看一下他有幾顆會長到7星 就是這麼簡單 啊我不能用祝福地圖啊 哈哈 好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我們就用祝福地圖 然後先給個錢 然後直接把 拿出來 反正等一下就按照這個速度去變嘛對不對 只要我這個是等數的話 我剛剛少放了一顆 少放第二顆 慢慢來 好升好升慢 好啦那我們就 喔喔 七星 只有一顆是七星 只有一顆 五星有四顆 六星一顆 五星反而比較多耶 來我們這邊再試一次 其實這樣就可以撤了 這個等一下這個不管 這個不算這個不算 我們都用七星 因為這樣時間比較快 所以跟星數沒有關係 星數只會降秒數而已 對這也算是個隱藏的能力 有些骰子的星數就有差 一星三星四星四星四星一星 四星四星七星還是有 可是 很明顯的 真的變得很難得 然後這一次是四星比較多 然後七星只有一顆 哇 欸 用賭博骰子 目的就是為了想要瞬間趕快高星嘛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這樣子搞的話 感覺就... 我還是得拿成長會比較穩 因為我覺得 基本上啊 你就當作他不可能 對他不可能到七星 可是說不可能 結果馬上給我一顆 大概都會有一顆 每十五顆裡面大概都會有一顆 然後一顆六星五星五星 然後一星的一大堆 哇靠 不是吧 這感覺有點硬欸 真的 好啦最後一次 我們再大家自己評估一下 然後這邊又出現一個六星 是還可以啦 因為他還是有出現那個 還是有出現七星啦 只是那個難度 那個運氣 連續兩個一星 一個六星 就真的是更拼運氣 可是在這個時代你要更拼運氣 如果你今天是飛星手十起去拿到這個骰子 你想要拼運氣到七星 我覺得那個幅度會更明顯 運氣的比例會比例會更重 唉唷 這一次還是只有一顆 平均十五顆裡面都會有一顆 所以他的機率大概是多少 如果按照這個方式去算的話 1除以15 大概是6% 大概是6%的機會 6%到7% 因為基本上每次都這樣嘛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去算的話 原本平均是7除以15 平均每一個星數是 就是 不能這樣算 好啦 坦然大概是6% 大概是6% 這個%數要去算他 可能要一直 一直骰一直骰一直骰 骰好幾次 其實剛剛那樣子 我把每一星到六星 一星到七星的分布 給他除以下來 應該就大概知道他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最後一個是 對戰模式的平衡 哇靠 還有喔 進入死亡回合數是7回的這個我知道 狂暴是11回的這個我知道 然後他說 他數字也有講了 死亡回合怪物移動速度增加上限 26回合會到最大值 所以我們這個原本就加100% 就多一倍 現在呢再給他變到三倍 應該是三倍吧 然後擊殺怪SP最大獲得量 原本是13回合嘛 現在是100回合最大100 然後怪物體力 旋律如果配上海嘯 好快還沒有什麼骰子可以玩 很像沒有東西可以玩耶 旋律海嘯就沒了 因為現在海嘯是可以 召喚觸發的嘛對不對 所以 如果再配一個小丑 沒有啊就一樣啊 反正我只是想給他全部拉起來一下而已 好來我們再看一局 然後我們今天就給他結束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我要拍什麼開箱會比較香 好來吧 首先是 先隨便放一個 好三星 三星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給他丟下去 就可以變身了 可是如果我這個時候如果丟其他顆呢 同星的不能變 換一個 欸等一下等一下 他是不是有BUG 以交換 欸沒有欸 我這邊講錯了 以交換的旋律骰點 那不就完全無敵了嗎 等一下 如果我有1到7星 2 3 4 5 6 哇靠 不是吧等一下 有那麼強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我又可以再換 所以我場上只需要有一顆 然後我剩下的全部都 剩下的 全部都旋律就好了 只要確保他的星數 欸不是不是不是這會不會太強啊 我覺得這有點搞頭 原來旋律是拿來配合海嘯的 我現在好期待有多一些那種類似海嘯的能力喔 就是只要召喚就有能力 哇靠 不是吧等一下 這太香了吧 完全停不下來 好啦我們之後再來感受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不知道你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想法有什麼隊伍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那我們就晚上再見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 我們就晚上再見 對我剛剛講過了 3 2 1 拜拜 1 1 2 2 3 3 4 4 5 5 5